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日前在财报会议上表示 他们将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建立英特尔的代工业务 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公司投资过多,过早,没有足够的需求 在此过程中,英特尔的工厂足迹变得不必要的分散和未得到充分利用 英特尔必须纠正英特尔的路线 在未来,英特尔将采用系统化的方法来扩大英特尔的工厂足迹完全符合客户的需求 在分配资本时,英特尔将谨慎而有纪律 因为这就是伟大的铸造厂所做的 考虑到这一点,英特尔决定不再推进之前计划在德国和波兰的专案 英特尔还计划将英特尔在哥斯达利加的装配和测试业务 整合到英特尔在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更大工厂 哥斯达利加仍然是一个大型且重要的英特尔工厂 是关键工程团队和公司职能部门的所在地 英特尔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在美国投资 英特尔将在美国实施同等水平的金融纪律 为此,英特尔正在进一步放缓俄亥俄州的建设速度 以确保英特尔的支出与需求保持一致 同时保持灵活性 以根据赢得新客户的速度加速 英特尔还在加强技术开发投资的重点和财务纪律 第一项工作是大规模增加英特尔18A 英特尔18A和英特尔18AP是英特尔产品的关键节点 将在未来十年内推动有意义的金元产量 从今年晚些时候的Panther Lake开始 随着英特尔大批量生产自己的产品 并为美国政府等重要的英特尔18A客户提供产品 英特尔将能够更好地吸引外部客户使用这项技术 英特尔正在与大型外部客户密切合作 从头开始将英特尔14A开发为代工节点 这对于设计满足特定客户要求的流程至关重要 并使英特尔能够应对更广泛的细分市场 英特尔对英特尔14A的投资将基于已确认的客户承诺 不再有空白支票 每项投资都必须具有经济意义 英特尔将在客户需要的时候构建他们需要的东西 并通过一致的执行赢得他们的信任 在此背景之下 经济学人最新一期中 以美国本土晶片制造的幻想 America's Fantasy of Homegrown Chipmaking为题 分析昔日晶片龙头英特尔从全球第二大公司跌落至市值仅1000亿美元 美国总统川普甚至考虑半国有化挽救 凸显美国本土晶片制造政策面临重大挑战 半世纪前 英特尔是尖端科技的代名词主导个人电脑晶片市场 2000年一度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公司 如今市值仅剩1000亿美元 在晶片公司中连前15名都排不上 这家曾代表美国科技实力的指标企业 近来成为政府补贴和保护的对象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就已公开表示 英特尔已同意美国政府取得该公司10%股权成为最大股东 半导体是21世纪关键技术对国防至关重要 在美中AI竞赛中晶片可能决定胜负 即使自由贸易支持者也承认其战略重要性 并忧心全球尖端晶片高度依赖台积电和台湾 然而晶片制造是专业化复杂性和全球化的奇迹 在这种条件下干预市场容易失败 英特尔就是名正 英特尔因傲慢错过智慧型手机和AI浪潮 输给辉达ARM和台积电等对手 拜登的晶片法案承诺提供英特尔80亿美元补助和120亿美元贷款 但该公司仍在挣扎 现金流勉强维持营运 俄亥俄州原定今年开业的晶圆厂 现预计2030年代初才能营运 拯救英特尔所需资金持续成长 估计未来几年需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才能成功制造先进晶片 即使政府投入如此巨资 也无法保证成功 拜登政府在英特尔问题上失败 但川普可能让情况更糟 他威胁对晶片进口征收关税 可能强迫辉达等公司使用英特尔制造半导体 这些措施或许能为英特尔争取时间 但会削弱美国竞争力 因为晶片制造并非目的 而是美国科技业称霸全球的关键投入 强迫企业采用自己产品将损害其优势 面对英特尔困境 经济学人提出三项建议 首先美国不应死守英特尔现有架构 英特尔可考虑拆分 将晶圆代工部门 卖给有资金实力的投资者如软银 软银据报有意收购 并已宣布投资英特尔20亿美元 或者出售晶片设计部门 专注发展制造业务 政府不应持续杂贤救援 入股只会让管理更复杂 其次应协助其他晶片制造商 解决在美设厂问题 台积电面临台湾土地不足 和人力老化 已投资1650亿美元赴美建厂 首座厂生产4奈米晶片 第二座厂预计2028年生产 更先进制成 三星表现优于英特尔 正在德州建厂 但两家公司都面临 技术工人短缺和建厂 许可延迟的共同难题 最后即使发展本土制造 增强美国产业韧性 也不能完全切断与全球的连结 半导体供应链高度专业分工 关键设备来自世界各地 如荷兰的集子外曝光机 日本的制成设备 美国无法独立完成所有环节 真正有效的晶片政策 应该是简化建厂许可 培训更多工程师 让外商愿意到美国投资 政府应开放进口制造设备 和技术人才 而非用关税筑墙 半导体产业经过数十年 全球化发展 想求完全自主供应链 既不现实也不经济 与此同时 英特尔财务长辛斯纳 在花旗2025年 全球科技、媒体及电信会议 Dolbo TMT揭露 明年可能决定等效业界 1.4奈米的 Intel 14a先进制成的未来 台积电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将永远与台积电合作 辛斯纳在讨论 Intel 14a制成时表示 先前英特尔执行长 陈立武表达 Intel 14a制成没有客户 就会终止开发的说法 并非对Intel 14a制成缺乏信心 而是要表达财务纪律 要先有外部客户需求 才会创建产能 被问到 英特尔何时能决定 Intel 14a制成继续推动时 辛斯纳说 他认为会在 2026年某个时间点 英特尔将更掌握情况 若英特尔继续研发 Intel 14a产品 可能在 2028年至2029年问世 目标是 在此期间 获得一些外部客户 陈立武未来几个月 也将公布 与讨论英特尔的AI策略 辛斯纳另外特别强调 台积电是很棒的合作伙伴 英特尔倾向继续使用台积电的技术 Luner Lake等许多晶片都外包 多数Aero Lake也都外包 他透露 目前内部 与外包生产的晶片比率 各为70%与30% 外包的30%比率 可能会下降 但仍高于10年前的水准 当辛斯纳被问到英特尔下单给台积电 是否会因英特尔晶圆代工服务 IFS的产品而改变 他表示 未来双方关系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波动 但英特尔将持续下单台积电 你知道 永远 真的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